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就带着园子去爬树 掏鸟窝 漫山的树林 留下了他们快乐的时光 园子那时个头小 受人欺负了 我妈二话不说就去为他出头 园子唱歌得了奖品 家里新买了好吃的 也总是想着第一个送给老妈 高中读到一半时 园子就参军去了 自那之后两人再无联系 我妈为此难过了好久 后来从别人口中得知 园子考上了北京的音乐学院 毕业后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而我老妈留在南方小城 嫁人生子 在平凡的日子里经营着自己的岁月静好 许是人老了 我妈特别念旧 每每都会提及小时候的去世 笑声过后 又徒留一声叹息 我有时问老妈 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放不下呀 老妈说 原先放不下 后来是鼓不起勇气去联系 再到最后就没必要了 如果见了面 该聊些什么呢 老妈的话 听得我也一时语色 是啊 我们总以为一段友情的结束 至少要有些轰轰烈烈的大事 比如说背叛 比如说娇恶 却从未想过 在浓烈的友情也有无稽而终的一天 小时候 爱说永远 长大才明白 世间多的是世事无常和戛然而止 聚过后 散了 只徒留只愿人在风中 聚散都不由你我的叹息 花西曾在《奇葩说》里说 长成一个成熟而体贴的人 就是要允许那些你在乎的人 他们也能去拥有一段和你无关的时光 能笑着目送你走远 允许你再没有我的世界自由 是成年人对友情最好的致敬 人情如纸薄 翻脸的时候 连纸屑都不剩 游记的那句甚是扎心的话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太阳无法直视 是因为太过要目 而人心无法直视 是因为太过善变 电视剧《亲爱的自己》中 袁姐和李思雨两人的关系一师一友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 袁姐对李思雨都颇为照顾 而思雨更是对袁姐信任有加 她总是毫无设防地把心里话说给袁姐听 更是在袁姐因生病接不了孩子时 立刻放下手上的事去帮她接 然而 李思雨百般掏心 换来的却是袁姐的苦心算计 那个她是如亲姐妹的人 在面对仅有一席的升迁职位时 转眼便和她反目成仇 袁姐表面真诚 说自己已经35岁了 生殖是唯一的出路 被地里却开始了各种算计 不仅公开指责她不讲信用 还在偷偷地在背地里抢她的客户 到最后更是陷害思雨虚报财务费用 并以报警判刑为要由 要挟她走人 那一刻她才瞬间清醒 这么多年的真心 自己终究是错付了 两人从此彻底交恶 多年悉心呵护的关系 一息之间土崩瓦解 有句话说的好 人情似纸张张薄 事事如棋局局心 人情有时候不但似纸薄 翻脸的时候 连点纸屑都不剩 金沙也曾在一档访谈节目中 不无感慨地说 近几年自己遭遇了很多友情的背叛 一些能分享心里话的人 因为利益和金钱最后 彼此老死不相往来 一些她时刻在帮衬的旧友 因为她一次没帮就心生怨恨 金沙坦诚这些遭遇 让她一度非常难过失望 但后来便渐渐释然 成年人面对友情的背叛 无需哭天枪地的指责 更不用彼此撕破脸 让别人难堪 年岁见长 知道很多事情都要学会放下 那些注定不能再同行的人 是过了就该算了 不如学会坦然 专心经营自己的人生 就像金沙在节目中说的那样 我开始不再通过去跟别人倾诉 来获得安全感了 而是通过自省来强大自己 现在 她在选择朋友时 变得谨慎而仔细 也尝试着跟不同圈层的朋友 保持不同的距离 人到一定年纪终将明白 相聚也好 失散也好 生命中来来往往的人 终究是自由的灵魂 同行过 无憾 伤过痛过 不要带着恨 让过去的过去 让每个人的人生归自己 是成年人对友情最后的体面 你的人生 不必那么拥挤 貌似咖啡中有一段话 我很喜欢 人 不可能有很多朋友 所谓朋友变天下 不是一种失意的夸张 就是一种浅薄的自负 其实 最波澜壮阔的风景 不是朋友分之踏来 而是月变 千山回首间 那几个珍贵的人 始终都在 人过中年 留这几个知己变好 一 学会取舍 把时间留给懂你的人 我爸有很多老同事 但他只对一个二十年前 便去世的叔叔念念不忘 他说那个叔叔 才是知己 我问他 什么是真正的知己 我爸说 知己 就是那个始终懂你的人 你们内心有默契 言语总相投 风光时为对方开心 落败时能彼此搀扶 暴容有诗云 山河不足重 重在欲知己 与其花时间 教一些鸡同鸭奖的人 不如用心结交 一两个心意相通的人 友情如酒 时间越长越醇厚 如果身边还有这样的朋友 请记得好好珍惜 二 学会珍惜 把时间留给亲人爱人 陈道明曾说 男人最大的时尚 就是多在家待一待 曾经宏极一时的他 不喜功仇交错 而是把更多的时间 留给了家人 给妻子做皮包 给孩子捏唐人 岁月无声尽好 人到中年 幸福不再向外寻求 而是把自己沉浸到烟火人间 家常琐碎里 真正的岁月静好 其实就是陪家人吃顿饭 聊聊天 或者临床对坐 即使相顾无言 也能踏实和安然 三 学会独处 把时间留给自己 一次专访中 主持人问胡歌 孤独是什么 胡歌说 孤独是自由的开始 主持人又问 自由是什么 他回 自由是开始享受孤独 唯有学会独处 才能放下世俗的标准 不再为了外在的热闹 而依附于他人 委屈自己 独处 才是通往自由最好的路 也是内心强大的开始 越人不如越己 热闹不如独处 在一段静默的时光里 不断丰富着羽翼 待到草木复苏之时 再慢慢伸展 才能看到更广袤的远方 而逾越天地之间 有人说 人生是一趟开往坟墓的列车 这一路 我们与很多人遇见 失散 我们失去过真挚的友情 我们遭遇过猝不及防的背叛 我们在分离中开始释然 在伤与痛中 学会反思与成长 最后我们终于明白 想与所有人交友的人 不是任何人的朋友 人到中年方才明白 你的人生 无需太过拥挤 时间有限 要为珍贵的人事而活 知心的旧友 多联系 珍贵的家人 多陪伴 留一些时间给自己 与喧嚣中沉淀中 一份自在和坦然 如此 便是人生最好的模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想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 不需要换算 所以我们相遇 在这季节 绝不是偶然 仿佛候鸟一样 飞过大地 穿越海洋 原来所有情节 仔细回想 都是种呼唤 感动过的故事 看过的书 经过的地方 遇见的 碰上 人缘的远方 流过的泪光 听是谁在唱歌 还是你心里的盼望 听是谁在唱歌 是我 对谁呼唤 对谁呼唤 好像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 不需要换算 所以我们相遇 在这季节 却不是偶然 仿佛 很遥一遥 飞过大地 穿越 爱呀 穿越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